Solo曲曾刮起全球滑旋风的 南韩女团Blackpink激素 爆出恋爱新闻 南韩娱乐媒体Dispatch爆料 28岁的激素交往的对象 为曾经出演《太阳的后裔》 离泰院Class等热门韩剧的 今年35岁的演员安普贤 Dispatch透露 两人已经低调交往后几个月 并且由于激素 经常不在南韩 安普贤会特意调整行程配合 并且因为两人身份特殊 所以约会地点都已在家里为主 甚至在激素结束海外演唱会 反国隔天就会碰面 而在恋爱消息被爆料之后 两人的经纪公司 皆大方承认这项休息 并表示两人还在处于了解对方 谨慎的阶段 希望粉丝能够给予空间 也能祝福两人 东西新国荣新综合报道